我们继续讲 我们现在讲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讲这个第六意思 然后 你如果灭一切的 见闻觉知 就把它灭了 也就是说 这个虔诚影像都不现前 那么就前五事不行 不现行 那前五事不现行 见闻觉知都没有作用 这个时候 这个自信就一片安静 一片平静 对不对 这种一片平静的这种情况 这个佛在这边 把它称为悠闲 称为悠闲 很悠近 悠就近了 悠近 然后安闲 很平静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守字 这个守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守字你如果用翻成英文就是keep keep 然后maintain 还有就keep就是守嘛 那maintain就是维持 还有观的意思 contemplate 所以这个守字有 你就keep就守住这一片悠闲的这种境界 这种状态 应该就是状态 然后而且维持它 不让它变 用什么 就用定力了 对不对 用定力 然后守着 不让它 不让它变 不让它跑掉 然后让它维持现状 然后而且当然你是要观着它嘛 看着它 对不对 这个叫守 所以你自心 那么念了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是一种什么境界呢 闪动的境界 对不对 这个见闻觉知有来有去 变动不拘 所以心之所以会散乱 就是由于见闻觉知 现在见闻觉知不再作用了 这个闪动的一切境界就极止了 所以那守悠闲 这个悠闲是什么 就等于是 我们在讲小指观 这个字的代名词一样 这个字的代名词 指samata 什么他的代名词 但只不过他不讲 舍磨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舍磨他是一个专业名词 而且是没有感情成分的 但是这个内守悠闲 有感情成分 什么呢 贪爱 所以这个与一种贪爱的心 然后守着这一片悠闲 这样子 所以就有什么呢 就有所谓的 二圣人呈空至极的味道 因为你喜爱那一片极净嘛 所以就成到了 尤其是由这个 由这个字 这个字啊 由字这个字就表现出来 这个修行人对于那一片这个极净的境界 极净的状态的喜爱 那么这个喜爱如果已经变成一种贪爱的时候 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就称为 或是一切佛的经典里面就称为为 为 为什么意思 为着 就为着那种禅定 禅定的境界 这样子吗 所以 这就很难 你知道吗 你如果为着那个境界 那你就不容易舍离 不容易舍离 就不容易进步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关重要的 好 接着我们刚刚讲到308月的说 说有人叫人家关禁啊 这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局势 叫人家要这样做 这样是错的 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禁 也是一种尘 那 所以它也算一种动向 所以禁不是完全是禁 你看任延经就知道了 所以 所以啊 这个你静坐不应该去观尘呢 也不应该观尘禁 看下一行 习禅者所应观的不是尘禁 而是应该要观自行 如果是观尘的话 就随尘而劳动 就变成劳了 足尘生灭 就反而成为尘劳 所以这个 善知识 这是很重要的啦 那再说 依这一段经文而言啊 即使得定以后 以定中读头去取心中极净的法成来分别 都是错用心的 你可以把那个错用心给画一下 更何况还没有得定 而去观尘 那只不过是 亲耳听取外界极净的之项而已 所以真正听的还是外城的极净像 如果是离自心与正...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离开自己的本心跟正道又更远了 因为这种习禅 虽然称为是习禅 实在是往外持足 往外持足 那我还知道说有一位大居士啊 他也是在西禅方面说很好很行 那他是教人说修眼根 那怎么修眼根呢 就在前面点一根蜡烛 然后关那一根蜡烛 其实这个都不是正确的 那个...那个是...也是观外臣啊 对不对 那...就说 如果你是修真正的如来禅啊 或是正法的禅啊 一切能观所观 都应该在自身自心上 而不可以在外境做官 好 那么在这里就顺便提到了 刚刚里面不是讲那个禁也是这种臣吗 所以声音是一种 声是一种臣对不对 声音是一种臣 那如果是无声之声呢 没有声音的声音也是一种臣 那...我在以前在讲六十三经的时候有提到 那讲愣言经的时候以前也提到 这个道家老庄啊 他们管这种没有声音的声音叫做填来 这很神秘啊 什么时候听来呢 这个对于搞音乐的 有到录音室去过的就一定听过 你刚刚进去录音室那是隔音的对不对 什么声音都没有对不对 但是你会听到有一种声音很高 音波高高的那个pitch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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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声音的声音 是有声音 可是有没有听过 那种就是道家所说的天赖 但是你说那个不是声音 可是它是个声音 可是它又不为任何东西所阻碍 很奇怪 那如果你心够静的话 其实不一定要在录音室里面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听得到 你可以同时听到那个声音 也可以听到别人讲话 来自于车声音都可以听得到 所以道家就很神秘的把它称为天赖 因为没有办法表示了 所以那种是属于一种无声之声 可是说是无声 它是又有声 这很奇怪 那这种东西再怎么讲 还是外在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也不应该去听取那个东西 如果听取那个东西 然后来吸尘 那就是往外持足了 所以道家 他就追逐这种所谓天赖 然后与万化名合这种境界 那都是一种自新的一种妄想 看这个308页第倒数其三行 所以那一种是往外持足 因为是往外持足 所以他的心是向外奔异的 所以是跟禅法十相违背 所以说这个佛道就圣生圣难 他只好理 谬以千里 也因此的缘故 所以禅宗的六祖大师 慧能大师也就开始说 你们有没有注意 我现在讲这个慧能大师都加一个禅宗六祖大师 你们有没有注意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 首先是真言宗的 接着又是华言宗的 所以你光讲六祖大师 因为我们真言宗也有六祖大师 华言宗也有六祖大师 所以为了要区别 所以要讲禅宗六祖大师 当然这并不是说 这个禅宗六祖大师就不是我的大师 还是我的大师 只不过是我宗 现在是真言宗跟华言宗 还有为世宗 禅宗六祖大师这个开始说 如等圣物观尽及空其心 所以这个六祖大师讲得很清楚 空其心 那以为说把这个心都空掉了 常常有人这样讲 把这个心都空掉 心是空不掉的 那如果你心都空掉 你要把这个 这个六四五四七四八四 全都挖出来 那才叫心空掉了 那如果心里面还有六四五四七四八四 就是八四都在的话 那就不空嘛 是不是 这个八四里面东西可以空 可是八四本身不会被你弄空 你弄空了那你变成什么 变成只是一个乌龟壳啊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不可能空那个心 心是空不了的 此心本尽 无可取舍 这是六祖禅宗他们讲的 再看下面一页 三百零九页 又内守悠闲 其实就是一般凡夫禅跟外道禅的境界 子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 引大波诺经讲说 不畏不媚 故应修禅定波罗蜜 不畏 畏就是畏着就是贪着啦 媚就是不明了 所以你不能不明了 而修禅波罗蜜 那但是你明了以后 你也不能贪着 所以这很难 这两个正好这两个是极端的 所以必须要不畏不媚 才能够修禅定波罗蜜 所以一切的禅定波罗蜜 你的道理以及你的自心 还有一诸臣境界 你都不畏也不媚 不畏也不媚 才能够修禅禅波罗蜜 接着看三百零九页的第一行 因为凡夫外道不了真心 所以只能一于六四忘心 乃至虽然有心理于溃闹 习心取静 但是仍然看不透自心足头意识的作用 而以为自己已经修到了清静心 其实仍在六四忘心的范畴之内 因此这个时下就有些人提倡这工作之余 静下来打坐 享受片刻的放松与寂静 乃至于前述的上面所说的观境 这些都是属于凡夫禅的范围内 凡夫禅所设 至于坐到一片极境 而绝到与万化名合的 则是独头意识 片缘内外极境之向的外道禅 乃至于在进一步 也很可能就是小盛禅 也是内守极境 内守悠闲 所以禅者在这里就要很留意 一不小心 就落入凡夫外道乃至于二圣的境界 因为像凡夫外道不说了 他是贪着自心的那一种成就 这内心得到一片悠闲 是一种成就没错 但是你贪着 那就住在里面 来自于小盛达到 比较高的那种禅定的境界 然后自心产生一种残热 然后就贪着这个残热 也是属于内守悠闲 而落于自空的这种境界 那如果贪着自心的境界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凡夫外道不说了 这小盛人就对于利益众生的事 就不会有兴趣 接着 副次 此传经文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教我们如何判断 凡夫禅外道禅的内守悠闲的境界外 又教我们如何分辨真心与忘心 最基本的条件 真心跟忘心能够分别 最基本条件是 忘心是依虔诚而起灭的 这个你可以把它画起来了 忘心是依虔诚而起灭的 而真心的了了分明之性 则是常住不变 不依外尘而有 有跟无中间给打个顿号 那如果真心能够不依外尘而有 那就变成怎样呢 就是说这个心如果成来的时候 他也是明觉的 如果成去了他也是明觉的 而这个明觉之性呢 不会随着成的来去而有所改变 那这个就是真心 那这一个原则还可以运用到 比如说什么叫法乐呢 法乐就是自心乐 最高的法乐就是自心乐 那自心乐呢是不依外尘的 所以如果你因为某一种事情来了 发生了 因此你快乐 然后这个事情消灭了 或是改变了 你就不快乐了 那就不是真正的快乐 那就是随尘而有的快乐 所以修行者所追求的 佛法的修行者所追求的是什么 所谓的 所谓的自在快乐 这自在快乐就是 不随尘而生灭 不随尘而改变 那随尘的话就不自在了嘛 对 那么随尘的话就是被 被外尘所绑架了 对 所以经文说 若离前程有分别性 极如真心 这样这句话就懂了吧 你如果必须要有外尘来的时候 才有分别性 那个就是被外尘所绑架了 对 据此而言 如果要清见这个离尘而有分别性的真心 还需得先离于六层虚妄的境界 才能够维系采摩 因为离开六层虚妄的境界 然后你自心就很嫌疑 对不对 嫌疑的时候才有 才有那个嫌疑 你自心才有嫌疑 可以去分别 维系的去采摩 种种境界的不同 并且深心的去直接提取 还有判别心的真旺 也就是说你要能够在此刻理解到 你这个心是真还是旺 那是修行 一切修行的总根本 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 你在修行的时候 这个自心是会骗自心的 而且自心骗自心 自己人比较好骗 所以一下就骗到 所以你自心被自心骗了 那就很惨 因为改不了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 那一手悠闲 那一片悠闲的境界 然后如果你认为它是真的 而且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那谁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服 那除非你事先就已经知道 这一些道理 你才有可能不被它骗 才不会被那片悠闲的境界 所骗 然后起贪爱 起贪爱 起执着 然后就不再往下 或是往上前进 因此你的学佛就 学佛最高的境界 可能就到那里为止 就不会再进步了 乃至于从此开始 也许就开始往后退了 因为你探着它的境界 所以可能就会起魔向 因为贪爱的关系起魔向 所以判别这自心的阵望是 修行的总根本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时时都要判别 因为我们这个心是很 很技巧的 技巧多变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一段经文 细加万味体察 而且应用于我们日常 以及禅作中的自心的观察 才是活的佛法 看310页 经文 即时阿难与诸大众 默然自私 默然自私就是怅然若失 为什么失呢?失落了 为什么失落呢? 因为他以前所知道的 所信念的都被破了 那新的都还没有建立 因此就怅然若失 那看那个全论里面 这个默然是因为忘心被破了 无言可对 不敢再辩解 所以默然 然而忘心虽然被破 但是真心还没有悟到 就无依无靠 所以就自私 这个私就是没有依靠的意思了 经 下一段经文 佛告阿难 佛告阿难 世间一切出修学人 现前虽成九次地定 不得漏尽成阿罗汉 皆由直尺生死妄想 恶无为真实 事故如今 虽得多闻 不曾胜过 看这一段 这世间的一切修行的人 虽然现前 即使他已经成就了第九次地定 也就是灭尽定或是灭受想定 这禅定总共有四禅四定 四空定 那四禅四定 加起来就是八个 然后在上面这个就是第九次地定 第九次地定 就是第九定的意思了 那因为四加四就八个 然后在上面一个就是第九 那第九定呢 下面这个八定是有漏定 然后这个第九定就是无漏定 那无漏定 也就是说这个是凡夫或是外道的境界 那么这个一定是佛法的境界 那么为什么叫灭尽定或是灭受想定呢 再讲一次 因为以前也曾经讲过 因为我们这个众生有五蕴嘛 色受想行事 对不对 那 色受想行事 那色灭了没有 没有嘛 色没灭 为什么 因为你色灭的话 那你当下你在作产的时候 那个色身就不见了嘛 所以色没灭 那受想灭了 行灭了没有 事灭了没有 给你看看 所以 那既然色也没灭 那行也没灭 事也没灭 只灭了受想 为什么称为灭尽定呢 灭尽应该是一切灭尽嘛 是不是 那你知道为什么 这五蕴里面 它只灭了两蕴嘛 怎么叫做灭尽呢 有没有觉得奇怪 好 那我告诉你 这一切佛法都是针对什么 针对什么 猜一猜 大声一点 提示一下两个字 烦恼 都是针对烦恼的 或者说 你在讲一个字就是苦 灭烦恼或是灭苦 那一切众生 之所以会有苦 或是有烦恼 主要是为什么 你说是心 没错了 对不对 但是那个太笼统 比较 比较精确一点讲 就是因为受跟想 那 那个 而且那个事呢 如果 如果受跟想 它不起作用了 基本上就无苦了 基本上就烦恼就灭了 那还有啊 你那个五位白法表你看一看 受跟想是属于属于什么运 你把那个受跟想也是行运 你知道吗 受跟想也是行运的 是属于心所有法 对不对 心所有法就是行运 乃至于是心不相应行法 还是行运 所以什么叫行运呢 行运就是包括一切心形 心把它分开来讲 就是是 对不对 那是就是心的体 行呢 是心的作用 一切心形就是一切心的作用 它怎么样运作 运作就是行嘛 对不对 所以异于肆体而有心形 就是把它拆开来看 那当然你若要模糊一点 迷糊一点讲的话 那么说是势在作用 也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就比较不精确嘛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心形呢 就是就是心异于这个心体 也就是肆体啊 而起的作用 起的一切运作都叫心形 那么那这个心形呢就可以 就是也就是说 就是心体的相跟用 懂得吗 所以除了是以外 就是心亡以外 那么心亡以外的 这一切都叫心形 所以受想也都是心形 可是为什么特别把它提出来 这是特别把它所谓的开出来的 这个佛法的专有名字叫开出来 也就是说develop发展出来的意思 或者抽出来 特别抽出来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特别有关 受跟想啊 在这个一切心形里面 在一切心形里面 对于我们众生的烦恼生死 灭斑 最有关的就是这个受跟想 所以你会觉得人生很苦 对不对 那苦是什么 苦是一种受嘛 所以你说 离苦得乐 是什么 就离苦受得乐受嘛 对 所以那是一种受 那为什么要追求虐斑 为了要离苦嘛 那还是受 对 那么乃至于说 大圣即使不这么着重 这个离苦或是断苦 但是他还是求菩提乐 法乐 乃至于大日如来自助法乐庄严 对不对 乐还是受 对 所以 所以这个受对于一切众生 乃至于佛菩萨 那么的境界 就是最有关系的嘛 那什么是有福的人 受乐 什么是无福的人 受苦 是不是 然后你生病 受苦 对不对 你没有钱财 受苦 对不对 你富有 受乐 你有知识 有学问 有才能 有道德 受乐 受人尊敬 受乐 受人践踏 受苦 是不是 所以是受 然后受怎么来的 有想而来 你做乐想 就是受乐了 你做苦想 就受苦了 那你看 那些 那些印度的外道 涂灰的 很苦嘛 他做乐想 所以他可以忍受得住嘛 对不对 所以做乐想 他就得乐 他当下不觉得苦 他觉得很好 我这样为了修行而努力 很乐 你认为是苦行 事实上我们觉得他是苦行 可是他心里面觉得很快乐 你懂吗 他不认为自己是苦行 如果他自己认为是苦行 他也受不了 知道吧 那么 所以你看看 你看他那个 练橄榄球的人 酿拼 然后练 铁骨骨 对不对 铁骨骨 知道吗 不知道 斗牛啦 他们不是 两个 两个叫他们撞撞撞撞啊 那就是铁骨骨啊 那么 那我们觉得很苦嘛 是不是 然后有时候撞了撞伤了 我们认为很苦嘛 但是他觉得很乐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苦跟乐从来来 你做什么想 你做苦想则是苦 你做乐想就是乐 所以 一切都是这样子 譬如说嘛 譬如说你 你到Pub去听那个 音乐啊 他不是很吵嘛 对不对 吵得要死啊 我们就会觉得是很苦啊 对 但是进去的那些男男女女都觉得很好 很快乐啊 他做乐想 那就乐了 是不是 然后你看那电视里面有看到那个老美在那边讲 那个牧师在那边讲道 然后大家都 哦 他觉得很乐啊 做乐想 可不可以觉得哎 哎 三百个恶求啊 你 对 那个乐跟修行修道有什么关系 对 他就 他觉得这样 他跟他的上帝很近啊 所以 受跟想 就是主宰了 我们众生的 这个 生死 跟 轮回 或是灭斑 哎 都是由于这个 所以 总而言之 一切苦乐 这个受主要是苦乐 对不对 苦跟乐 那个 不苦不乐 那个就不讲了 一切的苦乐 因为不苦不乐 也是受 也设在苦乐里面嘛 是不是 这个 一切的苦乐 都是由于想 所以众生 是什么样的人等 就是 因为他怎么想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的想 所以 这个任言经里面讲说 一切众生 皆由想生 你怎么做什么样的想 就成为怎么样的众生 所以 那 那我就这么说了 我们为什么是佛教徒 他为什么是基督徒 那 佛教徒就是 做佛教徒的想法 有佛教徒的思想 所以就称为佛教徒 有基督教徒的思想 那就是基督徒 对不对 那么 那 乃至于回教徒 乃至于 这个 共产主义 或是其他的任何 任何思想 都是因为想 思想之想嘛 所以你怎么想 那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那 心形平静 心形为何能平静 色不会使我们的心形平静 受想会 行呢 那行其实是 是比较大的 所有的一切的心 心的作用都是心形嘛 那但是里面特别挑出来这两个受想 就是影响令这个心平静不平静的 最主要的 那是呢 事体那就不用说了 所以才把说灭受想就代表了灭尽 灭尽是什么 应该是说烦恼灭尽 要加这个烦恼 或是灭尽烦恼 所以不是真正所有都灭尽了啦 而是只是灭尽烦恼 灭尽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这样子 好吧 那么所以刚刚讲那个 四禅八定那个 所以 因此说 你真正要懂得佛法 这唯嗜学真的不能不懂 你不懂的话 你这个就一定是搞不懂 一定是搞不懂 所以第九定 灭尽定就是灭受想 也就是灭尽是什么 灭尽烦恼 或是烦恼灭尽 或是烦恼根源灭尽 因为受想不起 那受想为什么不起 由于禅定立故 禅定立 好像一颗大石头 把受想 这一个 孙猴子压在下面 知道吗 孙猴子 孙悟空啊 被如来佛 用一颗大石头压 压在那个山底下 这样子 后来 据 据那个 西游记里面讲 是观世音菩萨去救他的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救他 因为 观世音菩萨要利用他去保护唐僧去取经 讲地球次地定 所以 一切的修行人 虽然 现前即使已经成就了地球次地定 但却不能够得到肉镜 成为阿罗汉 肉镜就是烦恼镜 而成阿罗汉 阿罗汉就断生灭 而达于无声 都是由于 祭职这个有生死的第六四妄想 第六四妄想心 物为是真实的 物为是真实的 常住真心 所以呢 你现在虽然是多文 但是 不成圣果 下面一句没讲 也是因为 祭职第六意识 妄想心的缘故 看注释 九次地定 三圣凡圣共修的禅定 就分为三个大 皆次 大二次地 第一个就是四禅 第二个是四定 第三个就是第九次地定 四禅呢 就是离生喜乐地的出禅 二禅呢 就是定生喜乐地 三禅呢 就是离喜妙乐定 四禅就是舍念清净地 现在再解释一下 离生喜乐地 离生这个生什么 就是欲界的生死烦恼 离开欲界的生死烦恼 这喜乐地 这个喜乐地是什么 就是出禅 因为你离开欲界的 刚刚离开欲界的生死 就心里面就很喜乐这样的 那么这一种地是境界的意思 这种境界呢 就称为离生喜乐 那你刚刚离开这个欲界的生死烦恼 就心中顿时就完全没有烦恼 这个当然是比较而言 跟欲界而比 是因为离开了欲界的烦恼 因为欲界的烦恼是很粗的 然后同时呢 你因为离开欲界的烦恼 得到喜乐之外 你还离开食跟睡 食跟睡 所以你入了出禅的时候 就不用吃 也不需要睡 所以禅月为食嘛 禅月为食 所以不用吃 然后禅月为食 而且因为没有吃 所以心也比较不会昏沉 然后就不用睡 就所谓的不倒单 就是这个时候 自然就不需要睡觉 当然要在禅定中啊 当然不会跟我们一样说 一边打坐一边打瞌睡啦 因为反正都是打嘛 对不对 就瞌睡跟坐根本打成一片的 所以就是这样 打打坐 打打瞌睡这样的 启乐融融 第二个 就定生喜乐地 定生喜乐地就是二禅 那这个时候是 初禅是喜乐 那二禅的喜乐更加的大 更加的喜乐 更加的增上 所以那这个时候就 二禅的那种定力更加增加 所以叫定生 三禅呢 离喜妙乐地 什么是喜呢 喜就是 它这个强度很大 很快 很大 但是它时间很短 这叫喜 所以大喜啊 大喜就不会很久 对不对 那乐呢 乐就是 它比较深沉 不是表面的 比较深沉 但是它很久 很维持得很久 这叫乐 而且比较 比较稳定 那喜的话就不稳定 所以 所以我们说 法喜充满 那固然是好 但是 但是就 法喜 就是在佛堂的时候 法喜充满 出去就 完全忘掉了 对 一出去就 法喜就不见了 那 比较高的是法乐 法乐增上 法乐就是 你得到法乐了以后 会有什么现象呢 因为法喜是 一下子突然的 对不对 所以就喜一下就完了 那法乐因为 它比较横长 比较平静的 所以 得到法乐的人 会起 这一种 起乐修相 因为它那个法乐 它一直 carry over 知道吧 它一直这样的carry over 所以它都一直在法乐之中 所以法乐不容易散失掉 所以因为在法乐之中 所以它就一直跟法是相应的 所以 它就一直会想要修法 这样 所以就起乐修相 可是法喜就不一样了 法喜就是 一阵子一下 很快乐 快乐完了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法喜完了 就 就休息三天这样 因为 因为那个快乐 太令人受不了 你知道 因为太大 强度太大 所以高兴的 然后就 高兴快 法喜完了 以后 那一刻完了 就庆祝三天 休息 那 法乐就不一样 它一直就是会保持这样的 所以 二禅 就是 有喜有乐 而且它喜乐都很强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成行菩萨道 这一天就会让你做 我们来说 一定的 我们来说 这一天就行 我们来说